男人刚刚睡醒,脸上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他发现自己居然和一群男人躺在一起 并且还手拉着手 就在这时,一块巨像的奥利给掉在了男人脸上 这把旁边的男人羡慕坏了 高低也想整一块 其他同伴见状,也纷纷张开小嘴 祈求好运降落到自己身上 赶紧点在家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不然奥利给掉下来我可不管 到了晚上,男人们被一片红光热醒 眼睛难一看,原来是下面着火了 一瞬间,每个人都热得痛苦挣扎 幸运的是,天空下起了鸭毛般的小雪 虽然火被熄灭了 可男人们却又被冻得浑身打颤 这一刻,他们终于知道什么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画面一转,天空又下起了瓢泼大盆的小雨 雨水不停地冲刷着每个人的身体 每个人都紧紧握住彼此的手 生怕自己掉下去 终于,天气恢复了正常 男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们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原以为这恶劣的天气到此结束 没想到的是,地面突然发生了震动 强烈的震感把旁边的人不停地往下震 可男人依然坚强地拉住彼此的手 在心里默默许愿 希望下辈子能投个好胎 女人在画上不停画圈 下一秒,旁边男人的肚子就疼了起来 女人继续加快速度,越画越快 男人疼得不停咳嗽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吐出来 赶紧点在家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就在刚刚,两个男人在窒息室不停捣乱 打扰其他同学学习 小丽看到后,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可两个男人还不以为然 拿着纸片都朝小丽扔去 还在课堂上公开挑衅小丽 小丽再次瞪了他们一眼 没有说话 而是打开了自己面前的诅咒之书 直接书里画的全部都是小人 并且每个小人身上都有划痕 接着小丽翻到一页没有划痕的小人 掏出画笔 对着小人肚子就开始画圈 刚开始男人感觉肚子有点痒 小丽看到后继续加快速度 男人身体马上起了反应 开始不停地咳嗽 小丽没有手软 继续加快手术 很快 男人彻底忍受不住 旁边的同伴也懵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小丽在小人嘴上狠狠画了几笔 男人就不停地从嘴里吐出血 这把班里的同学都吓坏了 就在小丽嘴被吓死手的时候 下课的铃声响了 小丽这才收起课本 男人也躲过一劫 我是李芝 下一集更精彩 注意看 男人额头上长了个白色的叉 他让老婆看了看 可老婆却说什么都没有 他又让同事帮忙看下 可同事也说什么都没有 男人十分的奇怪 为什么这么明显的叉 其他人却看不见呢 赶紧点在家关注 评论区搞头保护 不然画上叉叉我可不管 坐地铁回家时 男人生怕别人看见 赶紧用毛巾捂住额头 回家后他又问女儿 额头上有没有叉叉 可女儿也说没有 老婆担心他精神出问题 让他去医院检查下 第二天 男人就来到妇科做CT检查 可把全身都检查了一遍后 医生告诉他 你所有的妇科问题都没有 身体一切正常 可男人依然说 自己脑没有个叉叉 没有办法 医生正好给他开了点震惊剂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发现 对面一个男人头上也有个叉叉 而对方也能看见自己的叉叉 两人十分的激动 就跟看见自己亲生的表兄弟一样 两人找了个五星级地摊吃饭 男人问短毛 你头上的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短毛回答 自己的爸爸没死时 头上就有个叉 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然后叉叉就遗传到了自己身上 男人这才明白 原来叉叉就是去球的预兆 他赶紧问短毛 要怎么才能破解 短毛喝了一口酒 高兴地回答 这个叉叉无法破解 一旦出现叉叉 就只能等待去球 男人伤心地回到家 我一天看见电视里的人 头上也出现了叉叉 没多久就去球了 第二天上班时 地铁上的人 头上全部都出现了叉叉 我的天哪 难道所有人都要去球吗 男人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赶紧一路跑回家 可怕的是 妻子和女儿的额头上 竟然也出现了诡异的叉叉 女人在外面高空的热气球上爬绳子 突然她脚下一滑 差点从高空掉下 而女人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活命 此时热气球还在不断地往天上飞 如果不尽快排出顶上的热气 使气球下降 那么女人就会马上去球 于是女人过不了手上的洞伤 以闪电般的归宿往上爬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在这样万民的高空上 只要稍有不剩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此时她已经爬到了一半 她想抓住旁边的安全绳 可是距离还差那么一丢丢 小丽慢慢松开左手 然后用力一抓 她就这样悬在半空中 零下50度的高温 渐渐让小丽失去意识 她想过要放弃 可是看着吊篮里的伴侣 小丽瞬间清醒了过来 她抓住安全绳 然后绑在腰上 接着让手腕勾住绳网 一点点的往上爬 此时的热气球已经距离太空只差0.1米 只要小丽再慢一点 马上就会缺氧而死 就在这时 小丽爬到了热气球的顶端 她的脸和手已经动得僵硬 头发都结上了黑黑的白霜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她用走步用力挤打热气阀门 可在这样寒冷的高空 阀门早已动得帮硬 小丽缓缓地站起身 没有任何支撑 在这样的高空中 只要脚下稍稍一滑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然后小丽用力一踩阀门 阀门终于活动了一下 接着小丽踩了四七五十八下 可她不敢怠慢 马上用脚卡住缝隙 然后用刀割断鞋带 做完这一切后 小丽已经筋疲力尽 寒冷的高空和疲惫的身体 让她无法再继续爬下去 就这样 小丽身子一歪 直接晕倒在热气球上 女人刚刚醒来 发现身体正在以极快的龟速往下掉 女人再次醒来 眼前的一幕 直接吓得她打出了96226 她赶紧抓住腰上的安全绳 此时 她正在外面高空的热气球上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呼喊吊篮里的男友 可男友却说在角落里 一声也不吭 这可怎么办呢 小丽灵机一动 开始用力晃动身体 想要依靠惯性来把自己挡过去 晃了几下后 小丽搅一蹬吊篮 身体再次往回挡 借着惯性 终于让她抓住了吊篮 她再次呼喊男友 可男友依然闻思不动 小丽用尽全力翻进吊篮 她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马上来到男友身边 查看男友的安危 好在男友并没有死 只是被冻晕了过去 在小丽的照顾下 男友缓缓睁开眼睛 两人看着上空的热气球 感叹自己肯定是 飞上高空的第一人 此时 气球已经在慢慢下降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小丽发现身边的雪花 竟然停在了半空 她意识到不妙 马上站起身看向外面 外面的雪花居然在往上飞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是热气球下降的速度太快 下落的雪花都跟不上她的速度 要是继续下降 那么两人就会算成渣渣 小丽马上命令男友 把篮子里所有东西扔掉减轻重量 两人马上把吊篮里能扔的东西全部扔掉 就连身上薄薄的厚外套 也都扔了下去 可即便是这样 热气球下降的速度依然没有减慢 一个漏了气的热气球 正在以闪电般的龟速掉落 吊篮里的情侣马上扔东西想要减重 可是把所有物品全都扔完了 热气球下降的速度非但没有减慢 反而由于惯性变得越来越快 这时男人想到一个办法 他让女人站在吊篮上 自己抓了一个小刀走过去 开始切割吊篮的绳子 很快男人就割断了三根绳子 此时吊篮突然倾斜 让气球剧烈颤抖 男人只好用力抓住绳子 割断最后一根 巨大的吊篮从天上掉落 气球下降的速度也终于减慢 两人用力抓紧吊环 才躲过一劫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虽然下降速度减慢 可按照现在的速度落地 他们依然能摔得粉身碎骨 女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站起身扶着绳子 准备牺牲自己给气球减重 好让男友能够活命 男友大声威胁她 如果你跳下去 我也会跳下 大家一起死 就在紧要关头 男人用刀割断一根绳子 突然热气球变成了降落伞 下降的速度终于稳定了下来 慢慢地降落到地上 晚上女人醒来后 不停地叫着男友的名字 好在男友也没有死 听到女友的呼喊马上回应 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回了家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面临这种绝境 你会牺牲自己就爱人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下一集更精彩